成功的动力源于拥有一个不断超越的进取目标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师 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的将来 更没有人能保证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跳出别人的定论 勇敢地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人生就是行动 斗争和发展 因而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目标 人生的欲望和追求绝不会停止不动 一弗兰克提令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 知识面越广 得到的信息就越多 人生的视野就越加开阔 一个鼠目寸光的人 很难在今天有所作为 超越不了自己 就谈不上超越别人 这不但不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 也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立足 最终只能为时代大潮所抛弃 克里斯特镇上有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医生 曾经远近闻名 但自从他从医科学校退休之后 枕病下药还一贯奉行传统的老法子 多年毫无进取创新 于是渐渐没落了 他明明应该把门面重新欺一期了 明明应该去买些新发明的医疗器械及最近出现的特效药品了 但他舍不得花钱 他从不肯稍微花些时间来看些新出版的刊物 更不肯稍费些心思去研究实验种种最新的临床疗法 他所适用的诊疗法都是些险效迟缓 臣服不堪的老套 他所开出来的药方都是不易见效的 人家用的不愿再用了的老药品 他一点也没留意到 在他诊疗所附近早已来了一位青年医生 有最新剂完善的这个所用的器械 所用的器械无不是最新的一种 开出来的药方却写着最新发明的药品 所读的都是最新出出版的医学书报 同时他的诊所的陈设也是新颖完美 病人走进去看了都很满意 于是老医生的生意 渐渐都跑到这位青年医生那里去了 等到他发觉了这个情形 已经悔之不及了 不禁不使他失败 他的诊所从此再也无人过问了 追求超越自我的人 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得很充实 他们尽其所能享受 关怀 做事并付出 除了工作和赚钱以外 他们的人生还有其他意义 若非如此 即使居高位 生活富裕 也会感到空虚乏味 不知生活的乐趣究竟在哪里 人生战场上的真正赢家目标远大而明确 他们追寻生命的真谛和超越自我 他们能够把生活的各个层面融合为一体 为了享受生活的 他们不仅剖析自我 而且从大处着眼 展望生命的全貌 尽心始于一份渴望 当你渴望实现梦想时 进取心便油然而生 你坚信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时 进取心便能茁壮成长 渴望是原动力 当你想要样东西 想要做成一件事时 你心中便有一份力量推动你去获得 去进取 去追求 进取心是新的驱动力量 是经由想象面产生的意念 我们可以利用进取心推动我们向目标迈进 有进取心的人会勇往直前 屡扑屡起为实现梦想而努力 这是百年哈佛对我们的人生忠告 最美的是过程没有人生活在过去 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 现在是生命确实占有的唯一形态 生命只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鲜花和掌声 也有荆棘和泪水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 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 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 但过程使我们的生命充实 不要刻意地去追求人生的辉煌 因为人生的辉煌是由生命的过程附带的 要去寻找人生中的精彩 人生中的精彩是在你生命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品味过程之美 才会懂得真爱生命中的每一天 拒绝和抛弃那些不必要的精神压力 和束缚一个很穷的小伙子 每天都要上班做工 一天他在路上捡到一把神奇的钥匙 神奇的钥匙告诉小伙子 他能满足他的一切心愿 小伙子想 如果我现在能有好多好多的钱该多好啊 我就不用每天辛苦的做工了 小伙子刚这么一想 他就有了很多的钱 这时小伙子又想起了自己喜欢的姑娘 如果他马上成为我的妻子 他喜欢的姑娘立即成了他的妻子 小伙子又想 我有这么多线 又有了妻子 我不想再等了 希望自己有很多孩子 以使继承我的家产 这样 小伙子有了很多孩子 所有的过程都被简化了 小伙子一下子拥有了想要的一切 他发觉自己也已经变成一个老头子 小伙子沮丧地说 哦不 请求你 神奇的钥匙 将我变回原来的样子吧 我想每天出去做工赚钱 晚上瞒着姑娘的父母 偷偷约他出去 牵着他的手在树林中散步 让这一切都慢慢来吧 可是 神奇的钥匙却不再理他了 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急于奔向目标 而忽略了过程中的美丽风景 其实 抛弃对过去和未来的忧虑 能帮助你享受现在每一天的快乐 让你能够在他们最新鲜的时候品尝和欣赏 这市场 邮人 今香港找到了 受伤感